今天我闻着还是没有什么味道 大家好 今天又来吃羊肉 这个是羊肉肠 这就是羊的肠子里面装的羊肉 这个是一公斤买成118 要要发 这个比较吉祥的素质 比较适合这种买彩片的顾客 然后这个羊肠肉就是上次那个杜包肉一样 也是刷视频刷的 也是一个说的是网上的网红食品 但是有的人说好吃 有的人说不好吃 我觉得吃的还行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羊肉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来弄 这个它的煮的方法还是比较简单 先把它洗一洗 然后焯水 捞进高压锅 葱姜 干辣椒 盐 压半个小时 开盖 煮羊肉汤 加一个粉丝 再放一点生菜 葱花 把这个羊肉稍微切小坨一点 这个羊肉已经煮得很烂了 轻轻一切 就断 好了 弄一点韭菜花酱 弄一点韭菜花酱 这是肠子装的 给我们的香菜 就是了 这个是羊肠子装的羊肉 我们的香肠料是酥肠子装的 今天天气好怪 今天天气怪 啊 天薄的 一般薄的地薄的 一般是薄的薄的 今天九位 十多二十号就干净了 今天是十月初了 白天前面的一天十月初都穿两件 今天是穿个短衣吃完 留下 起路翻唱 翻唱完 人类炒成的 哼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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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这个羊肠肉摸的特别吃了肚子包的肉 好吃 对不对 好吃 嗯 好吃 这吃的还好吃 但是摸的那个 那个汤吃那个鹿包还好吃 现在吃这个韭菜花酱 我自己自己买了一瓣 比他上次送的那个 山庄的韭菜花酱好吃 上次那个韭菜花酱吃的 太韩了 这个韭菜花酱吃的 味道还能够结实 太甜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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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站着这个吃 这个可以去那个羊肉的扇味 它可以把那个扇味给盖住 像今天这个羊肠肉比上次那个杜包吃的羊肉的扇味要大一些 可能因为它这个是装在肠子里面 而且还是很长一节 你煮的时候不太容易把那个扇味煮出来 但是吃的还是好吃 对于喜欢吃羊肉的人来说 来一碗羊肉汤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这个羊肠肉 总的来说吃的还是可以 其实我感觉从预外的羊肉都差不多 但是呢 确实没有上次那个杜包肉好吃 那个杜包肉真的好吃 这个呢就普通的羊肉 还行嘛 但是话不能说实 万一我买的这一家 它本身做的不好了 对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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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